一边是酒精沙场曾多次蝉联世界最强坦克称号的M1A2SEP 另一边是德系战车及大城之作 坦克中的明星鲍2A7 二者均是美国和德国现役中最强的主战坦克 并且在世界排行榜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那么双方若展开异常较量 谁能够胜出呢 鲍2A7主战坦克是著名鲍2A6型坦克的改进型 由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研制 与萨托里防务展上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而美国的M1A2SEP是M1坦克家族中最先进的型号 曾多次被国际武器评估小组评为世界最强坦克 两种坦克将分别从火力、机动、防护和火控系统上进行比较 首先是火力 鲍2A7主战坦克的主武器 是一门120毫米的55倍口径 RH120L55滑膛炮 炮口出速1730米每秒 可发射包括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多用途破甲弹和可编程榴弹 标准射程5000米 在使用DM63型乌合金穿甲弹的情况下 可在两公里距离内穿透700毫米厚的装甲 而M1A2的主炮 为一门M256型120毫米44倍径滑膛炮 可发射尾翼稳定瓶油合金脱壳穿甲弹 最大射程3500米 值得一提的是 美军使用的特制瓶油穿甲弹 具备二次燃烧能力 在穿甲弹击中坦克等装甲车辆后 可利用巨大的撞击力 点燃弹内的瓶油产生6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可降低装甲的强度 杀伤车内人员和内部设备 在海湾战争中 M829A1瓶油穿甲弹 曾穿透0.9米的墙 从头到尾击穿了T55的车体 而后期升级版的M829E3型120毫米瓶油穿甲弹 更是能在两公里内击穿800毫米厚的装甲 因此在主炮威力上 M1A2要更胜一筹 动力上 鲍2A7配备由一台MTU公司研制的 四冲成12缸微型水冷 欲燃式式增压柴油机 输出功率1100千瓦 从零加速到36公里每小时 仅需6秒 如此强劲的动力 即便鲍2A7的战斗全重达67吨 却依旧有着72公里每小时的最大行驶速度 而和鲍2A7几乎有着同等重量的 M1A2S1P 则是装备一台燃气涡轮增压发动机 输出功率同样是1100千瓦 在动力上和鲍2A7处于同等水平 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油耗过高 M1A2的最大行程只有450公里 足足比鲍2A7短了100公里 而且速度上前者也要稍逊一筹 仅68公里每小时 不过相比柴油机 装备燃气轮机的M1A2加速更快 启动噪音也更低 所以在动力方面 鲍2A7和M1A2S1P双方各有优劣势 但从数据上很难判断出胜负 鲍2A7的优势主要在于速度快 形成圆 维护和保养成本低 更方便 在长途奔袭持久作战上 要强过M1A2S1P 但是后者采用燃气轮机 吸部加速快 机动更灵活 红外特征小 噪音更低 不易被发现隐蔽性好 因此在短程缠斗中 M1A2S1P要占据优势 至于这两种坦克 究竟谁能够扬长臂短 将自身优势转换成盛势 就要看具体的作战环境呢 在防护方面 鲍2A7在炮塔前部 炮塔两侧前部 以及车体正面 都采用了最新的MAMAIP 复合装甲 并且炮塔前部 还配有楔形复合装甲套件 侧面及顶部的防御 相比鲍2A6也有了一定加强 据说鲍2A7炮塔正面 轨动能弹防护能力可达800毫米 抗破甲能力达到了1500毫米 另外在今年2月份 德国曾斥资4300万欧元 向以色列拉斐尔公司 进口了23套战力品 主动防御系统 随着反坦克导弹的普及 光靠坦克自身装甲 备动防御已经远远不够 毕竟坦克还要考虑机动性 不可能无限制增添装甲 加装主动防御系统 也就成为了未来坦克的 一个发展趋势 在此前数次巴以冲突中 八方就曾多次利用 反坦克导弹和RPG 从不同角度偷袭以色列装甲部队 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饱受折磨的以色列 早在2010年就研发出了 战力品主动防御系统 并将其装备在了 梅卡瓦MK4型坦克上 事实证明 该型主动防护系统 在实战中的表现十分出色 曾在异常战斗中 连续摧毁了300多枚导弹 和RPG火箭弹 极大的降低了乙军的损失 而在豹2A7加装战力品主动防御系统后 会进一步增强其防护能力 不过M1A2S1P的防护能力 同样不可小觑 即该坦克在炮打和车底前部 装备了瓶油装甲 瓶油装甲是由瓶油合金材料 特殊热处理后制成 采用网状结构嵌入复合装甲内 网格间加油防止瓶油合金氧化的材料 和普通的复合装甲相比 强度更高 并带有一定约束缓装甲的特性 安装有瓶油装甲的M1A2S1P 抵抗尾稳定脱壳穿甲弹的能力 相当于800毫米厚的军制钢装甲 抵挡空心装药破甲弹能力 相当于1300毫米厚的军制钢装甲 在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T-72坦克发射的120毫米炮弹 根本机不专带有瓶油装甲的M1坦克 就连美军的120毫米瓶油穿甲弹 都很难对瓶油装甲造成伤害 而且M1A2S1P同样装备有战力品主动防御系统 因此在防护力上 鲍2A7和M1A2S1P旗鼓相当 双方没有明显的差距 而在火控和电子系统方面 M1A2S1P内置有主动导航系统 和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 快速准确标定本身所在方位 波控上配备有独立瞄准镜组件 车长位安有一台1316x480像素的显示屏 可观察敌油各方的配置和行动 另外相比于早期的M1A1 M1A2S1P换装了更为先进的第二代前世红外仪 可将视野放大50倍 最大探测距离达到了6.8公里 同时坦克还采用了COR激光测距仪 可以提供6800米的搜索距离和3250米的精确射程 豹2A7则是装备了EM1S15指挥仪式火控 车长位带有双向独立稳定周视镜系统 包括三个直接光学瞄准镜 和第三代ATT-ICA热成像仪 不仅能够实现列尖目标 动对动的射击精度也十分高 据说豹2A7在机动状态下 打击移动目标的首发命中率高达99% 另外该坦克同样装备有激光测距离 最大测量距离为9990米 车体后部还有一具昼夜后视摄像机 只车组成员有着360度的观测能力 在电子设备的比较上 豹2A7要小优一些 综合来看 由于M1A2SEP装备有特制的M829E三型瓶油穿夹弹 和燃气涡轮增压发动机 因此在火力和灵活上比豹2A7要稍强一些 而豹2A7的优势则在于火控 速度 二折各有优劣 不过考虑到M1系列坦克参加过多次实战 战斗经验更丰富 武器性能更成熟 所以在两种坦克的较量中 M1A2SEP获胜的概率更大